透過胸部S光片就能研判患者骨質疏鬆風險 這是由三種研發團隊所開發的人工智慧演算法 在院內巨量的醫療資料中 選擇目前就為民眾最常接受的檢查項目 胸部S光進行演算法訓練 透過試機性篩檢模式 突破目前骨質疏鬆篩檢率低落的問題 準確率高達9成 我們用過去2021年之前的資料 來開發這個演算法 那你大概看到其實演算法的話 我們的內部驗證組的話 所謂的內部驗證組就是用我們醫院 原先不用來開發這個演算法的 剩下的人我們切了7000多個人來當考題 就是完全不混雜的 這7000多個人 我們這個我們所謂叫做內部驗證 我們的內部驗證的話 我們的準確率大概9成2 那我們再找另外一個醫院的 因為我們知道我是用S光片 那這個S光片它拍的品質好不好 它拍的暴露量怎麼樣 其實都可能有牽涉到這個預測結果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醫院的資料 5000多個人然後來做交互驗證 那外部驗證的話我們AUC的話大概有8成8 所以其實是還是相當不錯的 營救團隊從受試結果發現 年輕人篩檢準確度更高 三種方面分析主要原因 並認為從公衛生的角度來看 正好補足臨床上的不足 因為我們在訓練演算法的時候 是用40歲以上的資料 所以40歲以上可能 舉例來講 比如說可能大部分都是健檢的 來的沒有臨床症狀 那這樣子的話反而就是 它的肺部沒有其他的疾病 反而相對比較乾淨 所以它去訓練的可能就比較準 那這個也是我們 想補足臨床缺的那一塊 因為我們如果從公衛生的角度來講 我們當然就是大規模篩檢的話 我們當然從風險高的人來講 就像我剛剛一再提到的 就是全世界股質疏中治療指引 他覺得你70歲以上 你就應該去做這個股質密度的檢測 但是我們這個演算法 其實反而是把年紀輕的把它抓出來 為了讓這一項人工智慧 刺激性篩檢模式發揮最大的功能 三種方面也計畫成立股松中心 並透過系統提示回饋給組織醫師 通知患者回診做更精確的檢查 如果說我們傳送簡訊的話 那你知道現在台灣的這個 詐騙其實太盛行 所以很容易造成民眾的誤警 所以我們這個目前的話 三種目前我們也在規劃成立股松中心 然後這個股松中心 我們會有專人來通知我們這些 曾經在三種就醫然後被發現到的人 那就是跟他們告知這樣子的結果 那我們也會就是邀請他們回來 我們這個股松中心來做進一步的檢測 或者是這是方法之一 那方法之二我們也會把這些 演算法判讀出來是高風險的人 我們會回饋給我們在醫院的組織醫師 三種方面強調 骨質疏鬆是一種無症狀的疾病 也是造成脆弱性骨折的主因 因此期盼透過這項新的人工智慧 刺激性篩檢模式 找出有骨質疏鬆風險的民眾進行 提醒以達到早期偵測 早期治療的目標 記者張棋騰 台北報導 感谢观看